继续来看看这份调查显示 大陆的亿万富翁每年是以近10%的速度成长 那么富豪的年龄层当然也越来越年轻 胡润富豪榜最近就分析出了大陆年轻企业家和富二代的概况 像今年39岁腾讯创办人之一的马化腾 就以320亿的身家荣登少壮富豪的榜首 四年前穿着大红旗袍风光出价 他是大陆最有钱的富二代杨慧妍 父亲是房地产集团碧桂园创办人杨国强 杨慧妍凭着240亿人民币的身价 登上2011年胡润大陆富二代排行榜的榜首 而他今年只有30岁 第二名是福建三安集团的董事林志强 第三名则是海星钢铁董事长李兆慧 今年都还不满40岁 但财产都破百亿人民币 这是胡润第一次分析大陆年轻企业家 和富二代的财力 总共有56位不超过40岁的富豪上榜 曾经和香港艺人阿萨传过绯闻的 腾讯QQ创办人马化腾 则是少壮派排名的首富 不到40岁 财产就达到320亿人民币 而富豪榜的前五名 就有三个人是来自IT产业 而IT和娱乐业也是创造最多少庄富豪的行业 总共有15个人上榜 其次是房地产业 制造业则是排名第三 胡润调查也发现 第一代企业家大多希望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因此都会送子女出国留学 而这些富二代的作风 也比他们的父母更开放 更加追求品味和物质上的享受 中天新闻黄建廷综合报道